根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印记处理中心和360公司联合技术团队的技术分析和跟踪溯源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中国实施网络攻击和数据窃密的证据链清晰完整 涉及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直接发起网络攻击的人员13名 以及为构建网络攻击环境而与美国电信运营商签订的合同60余份 电子文件170余份 报告显示美方先后使用41种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 对西北工业大学发起攻击窃密行动上千次 窃取了一批核心技术数据 美方还长期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言监听 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限定位 美方的行径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我们要求美方做出解释并立即停止步伐行为 完ade 完成了 感谢观看